如果家裡面出現這麼寬大的裂縫 應該都會很擔心吧 副議長林沛祥受到住戶 陳情到位在安樂區 基金一路135項的某個社區裡面 了解軍列的情況 住戶質疑部分靠近大五輪西畔的房子 軍列嚴重 是受到多年來多次大水沖刷 掏空大五輪西戶岸地基 導致房子逐漸倾斜軍列 非常的嚴重 我們的社區地層下限 已經到30到40公分了 尤其沿著合體的這一個案件 然後這個岸邊因為水災的關係 地基都已經掏空了 所以住戶的門口都看得到 謝謝 你們希望怎麼樣來協助你們 做一個安全上的處理 我們希望不但是透過基隆市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我們也希望能夠重視 這我們整個社區雖然只有100多戶 但是我相信每個人的財產安全 人生的生命的安全 都需要大家一起來維護 林佩翔特地邀請市政府公務處 河川水利客人員和住戶們一起辦理會堪 到社區外面勘察大五輪溪盤的地方 尋求短期填補河岸地基和中長期請中央 以及地方政府一起協助 可能改善的方法 貝翔今天來基金一路135向這邊辦理會堪 主要就是針對這邊大五輪溪旁的社區 有可能地基被掏空的案件來做出調查 並來去做處理 目前現在看到的狀況是 第一點我們希望先把旁邊的防水措施 先把它補起來 免於說下次大水來的時候 繼續土壤的流失 那第二方面 在跟當地的住戶還有市政府 甚至跟中央政府三邊來做協調 如何保護不只是公有的安全 也保護私人的安全 務必要讓這個大五輪溪 在淹水來的時候 或者是說缺水的時候 能夠保證大家的安全 保證財產跟人生的安全 這是我們會堪最主要的目的 當然我們剛剛也聽到市政府很直接的回答 他們說有關掏空的地方 他們很樂意用最快的速度把這個修補回來 但是未來我們如果要根治的話 還是需要多方面一起來合作 來達到最好的效果 副議長林佩祥強調 如何協助人民保障身家財產安全 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也是責無旁貸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